恭喜中国女排朱婷走马上任 职务级别副主任 程慧若琪直接领导 巴黎奥运的赛场上 中国女排已势如破竹之姿 连续挫败美国 塞尔维亚 法国等劲敌 轻松击身八强之列 然而命运似乎总爱在关键时刻 看一个小小的玩笑 四分之一决赛的舞台上 女排姑娘们虽奋力将比赛 拖入惊心动魄的决胜局 却最终汉服土耳其 只不于此留下了第五名的遗憾 朱婷在赛后采访中 以一句 这将是我奥运生涯的绝想 轻轻为这段辉煌 而又不舍的旅程 画上了句号 展望2028年洛杉矶 那时的他已是34岁的排球老将 岁月对一位主攻守的挑战 不言而喻 然而朱婷的故事远未结束 新赛季 他将以全新姿态 在意大利女排联赛的 科内利亚诺俱乐部续写传奇 同时也为自己的未来退役生活 悄然布局 近日 一则关于朱婷新岗位的消息 如同春风拂面 温暖了无数球迷的心 他成为了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常委 体育界别的副主任 这一身份的转变 不仅是对他过往辉煌的认可 更是对他未来无限可能的期许 朱婷 这位排球界的巨星 他的性格中蕴含着不屈与热爱 让他难以割舍 对排球的深情厚意 转型为教练或许艰难 但那份对排球的执着 让他探索着另一条 同样光辉的道路 步入仕途 如同前辈李珊 在天津体育局书写着自己的篇章 又如乒乓球界的王立琴 在上海体育局展现非凡领导力 朱婷的仕途之路 似乎也在悄然铺展 他担任的新职务 不仅让他成为了 惠若奇等前辈的直接领导 更预示着一个全新的开始 如此看来 朱婷的每一步 都走得那么坚定而富有远见 在排球的世界里 他是永远的MVP 而在人生的舞台上 他正以自己的方式 继续演绎着精彩绝伦的篇章